我覺得我是覺得對有沒有對他加分我不敢講 但對民進黨一定有扣分 那侯友宜為什麼在爆發賴清德這個事 不是賴清德對不起 那個傅崑奇的事件要趕快出來講 因為他在剛罵民進黨沒多久 因為民進黨這個性騷擾這個事件的時候 侯友宜才正對賴清德喊話 而且批評民進黨對他姓平事情沒有好好的保護 那忽然間有一個媒體人講說 你們那個傅崑奇又親我的額頭 那當然侯友宜一定要表態 他沒有表態就很容易被人家罵雙標 所以他要告訴民進黨說 我的標準是一致的 即便是我們黨內的人辦這樣錯誤 如果有的話我們也會啟動調查 那當然你說傅崑奇他聽到這種會不會不爽 我覺得只要是人人心是肉做的 一定會不爽 尤其是之前他們兩個的那個情緒 我都不知道有沒有化解 當然多多少少有啦 不過後來看國民黨其實也有跟進 整個黨中央用的態度就是說 副委員他當時做這個事情 被指涉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還不是國民黨員 但既然已經被我們提名了 我們還是會處理 這就是國民黨這個負責任態度 那現在我覺得感覺是民進黨就是要 我們不能說潑髒水啦 民進黨現在是想要拉國民黨一起下水啦 怎麼說呢 江俊廷是說潑髒水啦 對江俊廷我們副秘書長是說潑髒水 那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子講呢 因為你從我們從那個民進黨 很多的民意代表的發言 就可以看得出來 比如說林靜宜啦 林靜宜過去他一直秩詡自己是女權工作者嘛 當國民黨如果出現類似的事情的時候 他跳第一線罵得最兇 最難聽就是他 可是這一次民進黨自己爆發 這種性騷擾案件的時候 其實林靜宜一直扯國民黨 他發了兩篇文 一篇文他的講法是說呢 什麼不管別黨多髒多爛 我們民進黨就要自己反省 我想說你你反省你自己就好 你扯別人幹嘛 你扯別人代表你沒有想要好好反省嗎 你應該先面對自己的錯誤 再去做政治攻防 你怎麼會先把政治攻防放在第一句話 然後再說你要去做反省 這個反省就是讓人家去覺得是假的嘛 然後第二個那個林靜宜 他他講一句話讓另外也讓人家炸鍋 他就他就講說呢 哎呀只要是扯到別黨的這個新騷擾事件呢 好像呢就不會有什麼聲音 意思是說啦 大家都不檢討國民黨啦 只會檢討民進黨 他還在扯 他的意思就是 他的這個潛台詞就是說藍綠一樣爛啦 國民黨一大堆啊 為什麼你們就只有罵我們民進黨 哎我要跟各位講 國民黨跟民進黨真的不太一樣 為什麼好即便我退一萬步來講啦 附崑奇真的有偷親人家額頭啦 那請問一下他有沒有來國民黨申訴 被國民黨壓案子有沒有 沒有嘛 對不對 那你今天民進黨 你講說他們有包括婦女部 那時候申訴的時候 有沒有許嘉年 他們還是他們壓案子啊 處理的 對這個制度上就應該要處理 關鍵在這裡嘛 關鍵是在於說 民進黨老是用很高的標準在罵別人 但是當他們自己遇到性騷的案件的時候 他們採取的態度是 你不要講喔 你講了會影響選舉 然後要大局為重好不好 然後呢越能夠壓案子的人升官越快嘛 這些都不是我講的 都是民進黨人自己報 什麼喀森啊 他們都在講說 某一個人啊 很會用話術去讓那些被害者 不要發聲 所以呢他一直升官 所以他們想都是只有選舉 人家現在討厭民進黨是監討這件事情嘛 所以你一直跟我講說 哎國民黨也有有親額頭的 有有怎麼樣有怎麼樣有約人家在車上想要對他怎麼樣 但是但是我覺得大家還是沒有辦法洗清民進黨 就是假進步之民情 鬥爭之實這件事情嘛 所以這個就不要說我講 我們就我們就看這個台灣議題研究中心做的一個聲量調查嘛 你看民進黨的網路的正負聲量 就是因為新騷擾這個事件 負面聲量達到高峰 像他現在的好感度只剩下0.21 賴清德 民進黨跟賴清德都是剩0.21 這個是民進黨部分 你看他單日的負面聲量27975 那民進黨曾經好過 也不是說他都不好 你看他五月多的時候 曾經好感度有到0.53 但是現在剩不到一半 賴清德也是喔 賴清德一樣 賴清德在六月一號的時候 他的好感度也剩0.21 負面聲量高達七千 那賴清德有一篇貼文 被網路上討論最多 就是他所謂的我們不會轉身離開 更不會這樣就算 那個被他罵爆為什麼 因為當天早上他受訪的時候 他一直轉身離開 連續轉身離開三次 有話說不出來 就是一直這樣子轉身離開 被人家罵爆了嘛 然後你還告訴人家講說 你不會逃避問題 如果你沒有逃避問題的話 怎麼會大家需要透過發文 來訴諸輿論 然後大家注意到 所以這就 所以破章的沒有用啦 來家瑜 家瑜除了要回應這個以外 你要不要最近媒體上面 把焦點擺在你身上 說你有沒有講說 那名腦內部什麼 一比一百倍 或什麼類似這個詞 要不要順便講一下 對這個部分我先來說明一下 那天我上一個友台的節目 那私底下沈大老就跟我講說 這個男女的互動 其實有很多的make-up 他就說你知道那種 衛服上檯面 其實比這個檯面上的更多 然後他就問我說 這個比例有沒有一比十 我說可能不止 然後我就說是一比一千 還是一比一百 他說應該是一比一百 但是從頭到尾 我們都在討論說性騷擾的黑數 在社會上的案件數 其實是比你所知道會多很多 因為根據這個 現代婦女基金會的統計調查 有八成的女性 都有曾經被性騷擾的經驗 那甚至呢 就算被性騷擾了 七成到八成的女性 是不會去投訴 不會去申訴 因為在職場上 申訴會面臨很多的壓力 包括喪失 包括種種的 所以這件事情回頭過來 就是說在當天節目上 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 是民進黨沒有浮上檯面的黑數 而是講說 社會上有很多性騷擾的黑數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昨天晚上在網路上 就有人把這段話 這個影片變成說是高架於說 民進黨內的黑數有一比一百 我想正常人有嘗試 都不會覺得說 有一比一百這麼誇張這麼多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樣子的刻意抹黑帶風向 真的是其心可意 可是回過頭來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檢討自己 這是沒有無庸置 你最近臉書 你自己的臉書有被關爆嗎 或是因為這個議題 然後有很多人真的就直接 直接講說 高架阿雲晶這個朋友 在你的臉書上面 當然又再度 就是有很多網軍 各方都有啦 就是在我的網 這個網路上 臉書上就有各種的 罵我或幹嘛 攻擊我 但我覺得我個人 就是承擔沒有問題 因為畢竟 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民進黨更好才是重點 有人直接直接寫到說 那個賴靖德主席為什麼碰到高架瑜就轉彎 為什麼民黨說有這樣子碰到高架瑜就轉彎 有人直接點名了 對 有人點名 我希望說我不要害到賴主席 就是這整件事情 我個人造業 個人擔 如果我有說我一定負責 但是從頭到尾 我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也不要把話塞到我的嘴巴裡 我覺得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今天這些人找一個理由 就要把我當一個稻草人 好像是整個姓平事件 我高架瑜就是最大的罪犯最大的戰犯 但是在整個事情的過程中 我覺得在民進黨的處理態度 也是希望能夠反省檢討 對我們而言 其實作為一個女性 我也曾經有過 像我們從基隆到臺北通車的過程中 我想任何女性 其實只要有通勤的經驗 都常常會有隔壁座的男子 他可能刻意會有一些行為 讓你覺得不舒服的 被性騷擾的經驗 我想大家對於講到這件事情 都是非常痛心難過的 怎麼還有時間拿來做政治鬥爭 然後把這件事情轉移到說 我個人的身上是我害了民進黨 導致這整個姓平事件發燒 我覺得這樣子的心態 我是不懂為什麼 因為對我個人而言 如何去檢討 讓民進黨整個姓平的體制機制 能夠更完善 才是我們應該做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期待的是 把問題放在說 為什麼今天民進黨會出現 類似這樣一個姓平機制 就是沒有辦法捍衛女性受害者的權益 這件事情 這才是大家最難過 也就是說因為姓平一直都是 民進黨的核心價值 民進黨主張的進步裡面 雖然國民黨就是剛剛所講的 我們不會去要求說 他們跟我們民進黨一樣 可是這件事情民進黨做不好的 我們就必須要檢討 所以我覺得整個過程中 當然民進黨其實在這件事情上 賴慶德主席是連三天道歉 連三天道歉認為說 這整個過程中 包括賴慶德主席 都要跟所有的黨務主管一起上信評課程 一起去包括整個黨務的革新啊 等等去做改革 所以我覺得過去發生的事情 當然藉著這個事件 MeToo的風潮 一件一件燒出來 你會發現說 不是只有民進黨 國民黨民眾黨 大家都會知道說 在這個社會上 確實有很多這樣子的黑術 可是我們民進黨 絕對要做的比人家更好 我們才有資格說 我們在性別平權這方面 我們所捍衛的女性的權益 或是價值或是性別平等 不僅是對於女性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才是民進黨應該去做的 而不是拿這次的事件 然後去做個人的攻擊 因為我想到一部電影 讓子彈飛 大家知道說 在那個電影裡面 就有一個六子 他被冤枉說 他吃了兩碗腸粉 只付了一碗的錢 結果對方故意誣陷他 他就說那你把肚子剖開 讓我看看你到底吃了幾碗的腸粉 最後拗不過眾人 就眾人這個圍觀 人多勢眾要求他 一定要剖開肚子的情況之下 他還真的剖開肚子了 最後就雖然證明 他只吃了一碗腸粉 但他人也就消亡了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過程中 難道要我剖開肚子跟腦子 證明說我是滿滿的 愛民進黨的台灣價值嗎 我想是不需要 但是我用我的行為證明說 我們努力讓民進黨更好 這個核心理念跟價值是不會改變 可是將軍